香港加雪 全世界不同的国家都自力制定减排政策 香港上个月都出了一份香港清新空气蓝图2035 列出了六大应对空气质素的策略 包括绿色运输、全面减排、移居环境、 洁净能源、科学管理和区域协同 我认为香港的减排政策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 首先要达至真正的有效减排 是需要通过改变人的行为 电动车普及虽然可以将原本汽车排出来的污染物 搬到电厂的烟通口 有效解决路边空气污染的问题 但电动车始终都是用电去推动 所以不能够做到真正的零排放 在过去十年,香港已登记的车辆数目 由66万增加到91万,增加大约四成 所以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依赖私家车的行为 最终都不能够真正做到零排放 所以政府要尽快落实政策,提供诱因 令市民多些承搭交通工具 例如制定政策令交通工具更快捷 方便便便宜及舒适 记得我当年在英国剑桥 及美国波士顿每天踩单车上班的日子 真是又环保又健康 如果有一天,香港人大家一起踩单车上班 就真的做到全民奥运了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长远而全面的计划 令香港如何真正做到行人有善 及单车有善